感谢刘国梁恭喜李小霞33岁老将正式走马上任最新职务曝光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评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们国评的老将 33岁的李小霞呢那么在最近的他的最新职务曝光的情况 那么众所周知我们国评呢是目前正在国外进行一个征战比赛 而且在最近新加坡的一个比赛 包括多哈挑战赛当中的中国队都取得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 那么从中其实我们也可能可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国评呢 在这么些年里面呢确实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的一些老队员以及年轻队员 那么他们的不仅是为国争光 而且呢在各行各业也确确实实呢 发挥了他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实力 所以我们也就在最近的可以看到了随着国评在这边新加坡进行一个比赛 传来好消息之外的话 那么我们国评的另外那些老将那么在其他各行各业的也同样是 发挥他们的一个余热为社会的做出贡献 那么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前国评世界冠军李小霞呢 也在他的一个社交平台当中的发布了一个动态 那么谁在这个动态公布之后的话 他的一个最新职务呢也是正式曝光 就在最近那么33岁李小霞呢也是和他的球迷粉丝呢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最新工作情况 那么他的照片当中呢是身穿着一个防护服 并且呢来担任他们当地的一个防疫志愿者的一个身份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目前他正在担任一个志愿者 而且呢为他们当地的一些防疫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个贡献 那么从这一点当中呢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 目前呢33岁的李小霞呢 走马上任之后他的新工作给他的一个职业身份 包括他的一个人生呢都会带来更加充实的感受 很多球迷啊看到李小霞呢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动态和职务之后呢 也纷纷为他感到开心 毕竟呢在此前呢他就曾经在我们中国队的夺得大满贯 而且世界冠军帮助中国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荣誉 为国争光 那么在回归家庭回归正常生活作为一个普通人之后的话 他也并没有忘记初心 而且要牢记之前的刘国良指导的提出了八个字的真言就是点亮自己 照亮他人 所以呢也是一直呢信守着这个原则那么李小霞即便是退出自己的岗位之后的话 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呢也始终是没有忘记这八个字 一直以来呢那么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呢也是始终呢在其他的一些岗位上去服务他人去给整个社会 做出贡献 所以这一点行为呢也确确实实要为我们李小霞去点个赞 也要为我们国民的这一代又一代的一些主力呢去点赞 他们的一个服务精神包括他们为国争光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呢真的是相当感动人的 当然实在我们在这里呢也真的要感谢一下刘国良那么其实他作为一个教练而且现在的作为拼写主席的话 这么多年以来呢在他和其他教练的一个努力之下呢培养了这么多啊新老队员也帮助中国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关键是他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同样给到很多的一些队员呢很多人生那些指导包括 未来的一些方向和走向 也恰恰是受到刘国良的影响了那么我们国民很多的一些主力像李小霞他们呢 才会在退役之后的话 在其他各行各业的继续发光发热为社会做出贡献 那么这一点呢确实是令人相当感动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的话那么包括李小霞还有我们 其他的一些国拼的一些 主力球员呢也能够之后来继续努力 一方面为国争光那么一方面的话在退役之后呢也能够发光发热继续去做出自己的贡献 加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